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加州圣河西 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图书馆 叫Aviso图书馆 全加州大约有1100座图书馆 加州人口是3900万 大约3.5万人一个图书馆 圣河西也有23座 只要你有加州居住地址 都可以办一个图书馆证 借约图书,还有CD盘 还有免费的网络 现在就带大家到里面去看一下 现在开门了 在门口有个还书的盒子 上班的时候它就锁住了 它下班以后就开开了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还书 这个人就是为他们捐款这个图书馆 这个名领盘也就是 为这个图书馆建立捐款的一些人的名字 这里有个工作时间从这里还书 门口就下班时间可以在门口还 这里有一台饮水机 男女卫生间 还有专门为青少年设立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青少年喜欢的一些图书 这些图书和CD都是最新出版的 这个是儿童部分的 你要布置到一些过年的气氛了 这就是我的图书卡 一个大的 还有一个小的 小的就让你 随身带的 这里图书呢 这里图书呢有中文的 这里图书呢有中文的 英文的 法文的 还有西方牙文的 这里图书呢有中文的 这些是日文部分的 这些中文的 这些中文图书呢有些是从台湾来的 这些是从大陆来的 这些中文图书呢有些是从台湾来的 通过的 开放了中国 强暖独立 这又邓隆斑改变中国 中文来 叙连彪 摩泽隆执政于春秋 中国近代 被消失的八十年 活上 赞成所有的 还不熟 这一片都是中国的 这就是 cd了 在我们小时看过的地道站 大好时光 大降雨 创业时代 出汗 红高粱 葫芦梦 让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图书馆可以免费借这个WiFi 一次可以借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可以延一个月还是三个月 通常就是一个月 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等 就不可以在书借 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个月在等 讲话的就是和先生是在这个馆长会讲国语挺好的 这个就是借书的机器 只要有这里的图书卡就可以在这自动借书 我现在借一本 我现在借一本五则天机器时代 每一页黑白呢是一毛五 彩色的是四毛五 这里有个安全门 出门的时候你的书没有上苗 没介约出去 他会报警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谢谢